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7 衡量人素质的十一条标准 最后一条是创新力 创新力就是在你明白了 一方面事物的原理原则 规律的基础之上 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有的创作能力 这个创作能力就是指 在这个事物原有的基础上 你改进了它 将其发展 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或者是将它变成新一代的一个事物 这叫创新力 具体的说 就是在准确地掌握一个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 你能将它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你扩大了开拓了它的运用范围 让这项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原理原则 服务于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从中得到益处帮助 一方面 一方面 你在延续这方面原理原则 在不断地扩大它的影响范围 树众范围 另一方面 就是你将它更实际地 更进一步地 从字面呈现的方式 变成能够让人得着实惠的一种实物 这就是创新力 如果一个人在他原有的家庭环境成长背景 还有以掌握的知识的基础上 他能够准确地掌握到一件事物的原理原则 以及发展规律 知道怎样运用这些原理原则 怎样将这些原理与原则 从理论变成实物 不是停留在字句道理上 而是将它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让它变成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变成成果服务于人 让人从中得着益处帮助 让人的生活更加便捷方便 能达到这个程度的人 就是有创新力的人 是素质好的人 就是如果你能够在 明白了事物发展规律的原理 还有真理原则的基础上 实现对事物的推动 延续拓展 或者更新换代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或者你能做到其中一项 能让一方面正面事物的原理 规律或者真理的原则 在人中间落实实化 扩展 那就证明你的素质好 即使你不能让它更深入 但最起码你能让它延续 拓展实化 能扩大它正面的影响力 那就证明你是有创新力的人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能力 你只是有领受正面事物规律的能力 但是这个领受能力 只停留在字面理论上 你不会把它落实 或者实化在人的身上 不能服务于人 让人受益 这就不是有创新力 你得能实际地操作 运用原理 原则 规律与规则 这才是有创新力 具备这个能力的人 才是素质好的人 比如 教会中 不管是哪一级带领工人 或者负责人 在明白了神家的原则规定之后 能在现实生活中落实下去 将每项工作的原则 涉及到的细节 都落实在神选民身上 让这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就是在原则范围里 良性的循环 不断地发展 推进 没有偏差 人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每个人都在这项工作的范围里 做自己该做的 都明白原则 按原则做事 工作没有偏差 这项工作不断地 有新的成果 或者有新的作品出来 即便中间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这个负责人 也会根据工作原理 规定与原则 来灵活地处理 在他的带领之下 这项工作 一直在有序地进行 基本没有停止 就是任何情况临到 任何人出来搅扰 或者释放任何的谬论 都不会影响工作的有序进行 这项工作一直在向前发展 这能不能说 这方面的工作原理 这方面的真理原则 在不断地延续 通过这个工作原理 原则的落实 延续与推进 这项工作没有被中断 一直在有序地落实 延续 同时在不同的时期 都会有好的工作成果出来 这个工作成果的影响力 在不断地扩大 受益的人就越来越多 那些受益的人 其实都是受益于 这个负责人 能领受到 能接受到的 工作安排的各方面原则 原理 甚至是硬性的规定 这就是创新力 就是一个素质好的人 他能不断地将他领受到 接受到的工作原则 真理原则 落实到自己负责的工作中 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让这些工作有序地进行 或者往前推动 同时定期或不定期的 会有工作成果 外邦人就有作品推出 就是不断地会有工作成果出现 这些工作成果的出现 后续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更多的受众 具备这个能力的人 最终能将工作的成果 不断地扩大 受益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的人就是素质好的人 用创新力来衡量一个人的素质 就是看你对工作原则 工作规定 真理原则 也就是你延续这项工作的能力怎样 其次就是看你做这项工作 能有多少受众 受众的范围有多大 影响力度有多大 你工作的效率成果怎样 你的工作效率高 成果好 受众的范围不断地扩大 那你的素质就好 你的受众人数少 工作效率低 成果差 总反攻停攻 总补漏洞 那你的素质就一般 如果一个人对工作原则 安排等各方面 领受得挺好挺快 但落实的时候 进度很缓慢 效率很低 正常情况下 一个月就能出成果 他得三个月 甚至半年才出来 出来的成果还很一般 受众少 对人的益处不大 这就是素质一般 有的人明白了一方面原则 或者原理 当时领会的就是字句 根本就联想不到 自己工作中涉及这方面原则 或者原理的一些人事物 他只是把原则原理 当作一种规条 一个道理来听 听完之后 心里也没有规划 不知道怎么落实 怎么将此项工作安排 将自己所明白的原理 或者原则 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根本就联想不到 现实生活与此项原理 或者原则有哪些关系 到现实生活或工作中 就把原则 原理 事物发展的规律 都放在一边了 运用不上 自己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咱们先不说 他人性好坏 人性品质如何 他是不是故意不做 或不想做 就素质而言 这类人是素质差 他不管到哪儿 都会讲许多道理 也会讲一些原理 也会与人讨论一些 所谓的事物发展的规律 似乎思想境界挺高 有领受能力 看着有点素质 但分配他做一项工作 一两个月过去 也没有成果 也听不到消息 当时表心智时 他说得挺好 到实际去做时 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上面把原则交代得挺清楚 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呢 安排谁做负责人 谁做讲道员 谁办外事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呀 但是夸下海口 立下心智了 不做不行啊 他急得直上火 嘴角都是泡 吃不下睡不着 搞得蓬头垢面 焦头烂额 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这就是素质差的人的表现 你别看在安排工作时 他海市山盟 立下心智 豪言壮语 说得多么有气概 你得看他会不会做工作 有没有步骤规划 懂不懂怎样落实 工作安排 按原则办事 如果不懂不会做 那就是素质差 只明白道理 不会运用原则 竟瞎做胡做 这也是素质差 只要不能把原则 原理或事物发展的规律 落实到实处 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那不管你是着急上火 还是胡作非为 这都是素质差的表现 这么说准确 这么说准确吧 有的人是瞎做 有的人是不会做 也不敢做 从哪下手做都不知道 素质差的人 在创新力这方面 具体的表现就是 他们不会运用原理 原则 去做具体实际的工作 只会学画 学道理 计规条 你只记住 道理 规条 没用 这不代表 你有创新力 有没有创新力 是看你会不会 将此原理 原则 规则 落实到 现实生活中 把涉及 这方面原理 原则的工作 做好 让这方面的原理 原则 不停留在 自具 道理 规条 公式 而是 落实在 人的生活中 落实在 人的身上 让人 去运用 让人 从他 得着益处 得着帮助 让他成为 人生活中 实行的路途 或者成为 人生存的指南 方向 目标 如果人不具备 这个创新力 只是会讲 字句道理 喊口号 到尽本分的时候 这些原则 原理都用不上 人跟着这样的 带领或负责人 就得不着 这方面真理的 实行原则 那这样的带领 或负责人 就是素质差的人 不能胜任工作 发现这样的人 应该检举罢免 要考核一个人 能不能担起 一项工作 首先得看 他读完工作安排 明白真理原则之后 会不会安排落实 能不能把工作 搞起来 不管教会 有多少人 他都能把教会 各项工作 搞起来 不管他负责 多少人的工作 是五十人 还是一百人 他都能把工作 搞成一团火 让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位置 都能按真理原则 做工作尽本分 那这样的人 就可以考虑 选举他 做带领 或负责人 当然 还得看看 他的人性品质 怎样 是不是对的人 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知道这些 太有必要了 带领工人 最起码得具备 这些方面的素质 与身量 才能把神选民 带到真理实际中 让人都能按照工作安排 或真理原则 做工作尽本分 这样 神选民 就能从他受益 如果他不具备 这个能力 那就不能选他 你若选了他 虽然跟着他 每天闲着不干活 肉体倒是挺安逸 但你灵力 感觉充实吗 每天聚会几个小时 听他讲道理 什么实际工作也不做 这事在尽本分吗 他天天给你讲道理 你的耳朵是充实了 但是你没尽上本分 只是跟着他瞎胡混 那你就被他迷惑了 耽误了 你总听他讲 那些干把字句道理 最后你没尽上本分 没尽上中心 在真理上 你也没有实际的经历体验 在神托付的事上 你没献上中心 工作没有搞起来 没有成果 到神向人要成果的时候 你什么也拿不出来 这不就是受亏损了吗 所以 如果你之前认为 这样的人是带领候选人 那现在赶紧改变你的观点 把这样的人 从你的候选名单里除去 不能选他做带领 素质差没有创新力的这类人 差在哪儿呢 就差在他只会纸上谈兵 却从来不会运用到现实工作上 不会做实际工作 这样的人做带领 结果会怎么样 只会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如果在中国大陆带领教会 就会全军覆没 不但他个人得不着真理 他带领的人生命也会受亏损 如果你能及时发现并罢免他 那还能有机会回转 有机会弥补 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人手下当跟随者 接受他的带领 那说不定你蒙拯救的希望 就被他断送了 你蒙拯救的机会就没了 所以具备创新力 这对于一个带领工人或负责人来说 是很关键的一项能力 如果你不具备做工作起码的素质能力 那你千万要谨慎 别凭热心往前闯 别总想冒头 总想当带领 当负责人 那样你不但耽误自己 还耽误别人蒙拯救 耽误你自己 只是死你一个 你如果耽误了弟兄姊妹 那不是坑害很多人吗 你不在乎生命 别人还在乎自己的生命呢 再者 你耽误自己过日子 发财 这不要紧 但你耽误了教会的工作 这可不是小事 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 如果你真是有良心的人 觉得这事责任重大 耽误了教会工作 负责不起 那你千万不要削尖脑袋 表现自己 争当带领 你没那个素质 身量 就别总想冒头 别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观影 耽误教会的工作 耽误神选民进入真理 得着好归宿 这可是罪孽呀 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别总想当带领 除了当带领以外 还有很多本分可以尽 当带领不是你的专利 也不是你该追求的 如果你有素质 有身量能做带领 你也有负担 那让大家选你 这更好 这样实行 对教会工作有利 对大家也有利 如果你没有做带领的素质 那你应该有点好心 对别人的前途 有点责任心 别总争当带领 别耽误别人 素质差 还想当带领 负责教会工作 这就有点没理智了 你没那个素质 身量 你就把自己的本分 尽好就行了 真能把本分尽好 这算有理智 有多大能耐 就做多大工作 别有野心欲望 别只为满足私欲 而不考虑教会工作 这样 不但坑害自己 也会坑害教会 这是在创新力方面 素质差的人的表现 素质差的人 都够不上创新力 那没素质的人 就更不具备创新力了 这类人 对事物的原理 事物发展的规律 还有真理原则 根本听不懂 读神话时 即使能看出 这是真理原则 但原则的适用范围 是什么 涉及哪些人 哪些事 他对不上号 还觉得 这样交通真理 讲得太细了 太多了 听着这些话 也明白是原则 但是原则的定义 是什么 原则所规定的范围 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对原则的定义 都不知道 那就更不知道 怎么落实实行了 比如 临到一件事 需要处理 人说 你应该按着原则实行 他说 我都不知道 该怎样按着原则实行 不知道 这事 跟哪条原则 有关系 人家把 做这事 该实行的原则 跟他说完了 他还是不知道 怎么做 那这人 就素质太差了 连人话都听不懂 更达不到 何用了 这是不是 烂泥 扶不上墙啊 烂泥扶不上墙的人 就是不具备 正常人性的思维 与理解能力 更别说 思维逻辑了 所以 明白真理原则 或各项原理规则的人 跟没素质的这类人 没法沟通 达不成共识 当然 也没有 共同语言 为什么沟通不了呢 有一个实质问题就是 这两类人 认知 辨别 判断 理解 接受各类事物的能力 不是在一个水平上 一个轨道上 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 永远不可能交汇 这是说的抽象一点 说的具体一点 就是这两类人的素质 天差地别 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 永远不能在一个事物上 有同样的判断力 辨别力 认知能力 就是素质好的人 或者素质一般的人 能认识到的 在没有素质的人心里 却没有一点认识 也就更够不上了 它永远够不上 就像没那个功能似的 比如 母鸡 母鸡长到成熟时 自然就下蛋了 即使是低产 它也会下蛋 因为它具备这个功能 但是公鸡 即使吃得再好 也下不出蛋来 因为它没那个功能 公鸡说 虽然我没下蛋的功能 但是我早晨能打鸣啊 你打多少鸣 声音多响亮 也不代表你能下蛋 母鸡虽然不打鸣 但它有下蛋的功能 我为什么跟你们 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没素质的人 他就会讲这种偏理 谬理 不合乎逻辑的理 这就叫没素质 所以素质好 素质一般 甚至素质差的人 跟没素质的人 在一起沟通探讨事情 就感觉别扭 素质差的人 你和他在某些 浅显异动的事上 还可以达到沟通 但是没素质的人 谁都跟他沟通不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领受能力 对任何事物 都没有思想观点 对于没素质的人的形容 或者解释 就是这样 没素质的人 你跟他沟通一件事 你说透了 也说明白了 他还说听懂了 但下次再临到这事 他还是不明白 还会讲偏理 讲谬理 你说这类人 能明白真理吗 没有辨别事物 认知事物的能力 怎么能明白真理呢 说他们能明白真理 就是胡扯 没素质的人 没素质的人 没有创新力 所以在创新力这方面 他的表现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不懂什么原理原则 所以做什么事都没有规划 头脑里也没有计划 没有步骤 更落实不了任何的原理或原则 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塌糊涂 都是一锅粥 这类人只会出力干活 简单的单项活计 还能勉强做点 他毕竟是普通的一个人 能从事一项活计 但如果上升到做一项工作 他们就胜任不了了 这类人做不了什么有价值 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就做点活计 比如手工活 农活 养殖的活等等 还得有负责人 在旁边监督着 扶持着 有时心情不好 还得有人开导 有时偏谬了 或者消极了 还得有人给做思想工作 做点活 还得有人把关 不然就会出问题 出岔头 还得反攻 不是浪费材料 就是浪费能源 再不就浪费水电 浪费器 到了西方国家 总被人举报 被警察罚款 没人看着做点活计 都做不好 就这么麻烦 这么可怜 这就是没素质的人的表现 这类人不就是废物 傻子吗 还能当人用吗 其实在神家 这样的人 只能出点力 涉及到教会工作 他们做不了 做什么都不行 即使是出力的活计 也不能独立完成 还得需要人指点 监督 把关才行 但他做点出力的活 还觉得屈才 觉得大才小用 心里还不服 还能发怨言 你看 人家做电脑技术工作的 写文章的 唱歌跳舞的 做演员的那些人 多风光 而我只能搞接待做饭 成天跟油烟打交道 没几年就变成黄脸婆了 你看我多可怜呢 他总觉得 做这活挺可怜的 但他就不想想 为什么他只能做这个活 他也不衡量衡量 别的工作 他到底能不能做得了 就因为他素质差 他做点出力的活 心里就总难受 他如果真素质好 就不难受了 素质都这么差了 只能做出力的活 还觉得屈才 这不是傻是什么 这就是真傻 这类人出力的活都做不好 做饭不是做多了 就是做少了 做多长时间都不知道规律 就这样还总觉得自己驱财 是大财小用 认为自己不应该做出力的活 认为自己不应该做出力的活 应该做办公室 做文秘 应该在神家担当某项工作 或者起码应该做教会带领 这是不是太没理智了 你说你能胜任哪项工作 如果你哪项工作都胜任不了 让你做点出力的活 神家还养活你 这不就是高抬吗 人还不知足 这理智是不是太差了 理智跟素质有没有关系 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素质在哪个级别上 总觉得自己素质高 这是不是素质差的表现 素质好的人就会衡量 衡量完就知道 自己素质高低了 确定自己的素质怎样了 在教会里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不管做什么都心安了 就能理性地对待自己所尽的本分 即便是让出力干活 也能从内心深处顺服服器 接受这个活迹 接受这个任务 这叫理性 尽本分 尽本分 总觉得自己委屈 让他做什么都是屈才 这是不是没理智啊 衡量人素质的十一条能力的最后一条 创新力这条 讲完了 交通完这十一条 交通完这十一条 你们对自己的素质怎样 是不是清楚一些了 那你们会衡量吗 能不能准确地衡量出 自己的素质到底是怎样的 怎么确定你自己是素质好 素质一般 素质差 还是没素质 这也有一个衡量标准 不能只看一方面 得综合衡量 那看哪几方面 能衡量出一个人素质怎样呢 通过交通的这十一条 各方面能力的表现来看 衡量一个人素质好 他最起码得具备 比较重要的几方面能力 你们看看 主要具备这十一条中的 哪几方面能力 能说明一个人的素质好 会不会衡量 应该是从后往前推 素质好最起码得具备创新力 其次是鉴赏力 决策力 应变能力 然后是辨别力 判断力 认知能力 最后才是接受能力 领受能力 理解能力 与学习能力 次序是这样的 为什么顺序颠倒过来了 咱们开始排列的顺序是 由低往高来排序 而衡量素质好的人 是由高往低排序 一个素质好的人 他最起码具备创新力 就是你在具备了决策力 鉴赏力 辨别能力的基础上 你会认知 会辨别 会判断 也具备了理解能力 然后你能创新 那你就是素质好的人 这样的人 是有领导才能的人 能进入决策层 是做带领的人才 可以主持一方面工作 这是素质好的人 那素质一般的人 就是从创新力 到学习能力 这各方面能力都一般 做事效率效果都一般 这就是素质一般的人 素质一般的人 有一个主要表现是什么 就是领导理解原则 不够深度 不太准确 落实实行的时候 总是有漏洞偏差 总是丢三落四 妄东妄西 不能顾及到全面 比如 他被选上 做了教会带领 却不会抓全面工作 他负责福音工作的时候 就只顾忙福音工作 别的工作都顾不上了 把福音工作做起来了 但文字工作 影视工作 却没功夫过问了 因为什么 因为素质太一般 只能做一方面工作 守住一方面工作 还勉强能胜任 一旦让他再顾及其他工作 他就叫苦连天 搞得焦头烂合 哪方面工作也做不好 做工作还总得有人监督 提示 检查 把关 总得有人在身边提携 交通真理 重复强调工作的原则 容易出现的各种偏差漏洞 总得有人提示 为什么总需要有人提示指点 不是因为工作经验不足 而是因为素质一般 对要出现的事情 问题 他想不到 或者能想到的很有限 所以总得有人在旁边 辅导 把关 跟进 不时地就得过问一下 等过问的时候 他不是这项工作没做 就是那项工作忘了 再不 就是哪方面忽略了 或者不知怎么做 还不知道问谁 不知道怎么寻求 还在等待 总之 就是他胜任工作的能力很一般 这个一般不在乎 他多么有心智 多么刚强 多么喜欢做工作 多么能受苦付代价 不在乎这些 这仅仅仅是指他的工作能力一般 而素质好的人做工作 基本上没有大错 原则 方向 大纲 基本上是准确的 虽然常常会忽略一些小的细节 但是这些细节不会影响整体工作的效率与效果 这就是素质好的人 当然 人无完人 就是素质好的人做工作 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漏洞 或者有时候一时疏忽了 或者最近忙某项工作 另一项就稍有点忽略 但是就他的素质而言 他会很快扭转过来 把持控制局面 让整体工作基本上不出错 基本上是按真理原则 或者工作安排行政规定在做 再有序地进行 即便在他的工作范围内 出现敌基督恶人搅扰 因为他有应变能力 他会很快地去处理 在第一时间将事情处理解决 让教会工作很快地进入正轨 弟兄姊妹尽本分的环境不受影响 就是出现突发状况 素质好的人也会处理 即使没处理过 他也知道怎样寻求原则 因为他有辨别判断认知能力 他很快就会按原则 把问题解决了 就是他绝对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的辨别应变判断的能力 让他能够很快地将突发的状况 给化解平息 达到维护教会工作正常有序的进展 维护神家的利益 不让这样的事情一再地出现 或者长时间得不到平息 同时他处理的 他处理的原则与最终的果效 都是维护神家利益的 效率高 效果好这两样 是素质好的人做工作 所能达到的 而素质一般的人处理教会工作 或生活中发生的问题 就有点自顾不暇 有点吃力 处理问题往往都是效率低 很缓慢 一两天应该处理的问题 他可能因为看不透得等待 心里得琢磨三五天 不能当机立断将局面扭转 而是毫无办法 只能任由事情继续恶化 他只能做点简单的工作 核对事实 找相关的人了解情况 或者把问题整理出来 向上汇报 别人两天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可能得半个月 最终问题虽然处理了 但是因为拖拉时间太长 给教会工作带来一些损失 期间也可能有些人 就被狄基督迷惑走了 也可能祭物受到损失了 也可能某项工作 因问题没有及时解决 也带来一些损失 虽然后续有赔偿或者补偿 最后该处理的人也处理了 但从果效上 效率上来看 太一般了 就如旧火 素质好的人 在十分钟之内 就把大的火苗都扑灭了 虽然还剩下一些小火苗 但是没有造成大的火灾 这从经济角度上来说 已经保护了很多财产 挽回了经济损失 这个效率是高的 效果是好的 而素质一般的人 因为方法不得当 没有应急措施 动作缓慢 不会当机力断 抓住要害解决问题 结果损失较大 有的人说 我愿意赔偿 如果单是经济损失 赔偿还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临到大红龙抓捕 你处理不好 给教会工作带来损失 你能赔偿得了吗 耽误的工作与时间的代价 你能赔偿得起吗 素质一般的人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因为他的应变能力 判断力 辨别力 甚至决策力 都是一般 所以处理问题缓慢 效率极低 应急的措施不得力 最后导致工作果效 不如人意 带来一些损失 最终即便是问题处理了 但是因为拖延了时间 效率降低了 这就是损失 所以定性 这类人的素质是一般 有些人说 那不公平 人家也出力 下功夫了 也把问题处理了 怎么还说 人家素质一般呢 评价这类事 不能凭情绪 凭情感 就事而论 公正地说 按人的素质 能达到的程度来说 你这个素质属于一般 为什么是一般呢 因为有比你素质高的人 在人性方面相差不多的情况下 人家素质好的人 处理问题的效率 效果就比你好 损失就比你小 那你的素质 就只能定为一般了 明白了吧 之所以对这样的人 定性为素质一般 就是因为 有素质好的人 做事的效率与效果 比他更好 那他的素质就是一般了 这么说 公平合理 有的人说 人家有真心 做这事也很用心 也受了不少苦 付了不少代价 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那能代表他素质好啊 不管他的人性 情绪 心愿是怎样的 就素质而言 这里表现 就是素质一般的表现